新闻 挖掘新闻人物 包括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这条新闻 挖挖挖挖 欢迎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心灵老师 那么他有出了两本书 第一本是找 很多人找不到 所以就出了第二本懂了 很多人还是看不懂 所以马上会有第三本出现 这两本书都是在排行榜畅销的书 可见心灵老师的这些论述 的确是有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 欢迎心灵老师 第二位是成为魔女的条件 这个魔女据说全人类有10%有这个条件 这位是我们的陈怡君小姐 好 待会来解释一下魔女是什么 好 还有一位呢是已经金盆洗手 不做通灵很久了 OK 原来是灵界的翻译者 但他现在不做灵界的翻译了 他做人间的这个天使 这位是知名作家索菲亚小姐 好 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艺人 他就是那个魔女的10%的那个人类 他叫萱萱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权林轩也叫陈怡君本名 所以林轩是你的艺名 对 哇 本名是怡君 怡君的势力太庞大不要惹他们 今天来四位就有两位 对 那天在某一个餐厅结婚 五对新人 你看看有几对是陈怡君 几对 看一下摄影大哥可不可以拍近一点 哇 三对 哇 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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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 下面他有个人说怡君好忙 听说新闻老师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对不对 对 你有接受到高资源的讯息吗 有啊 今天早上有下载了一些info message这样子 好 OK 那我觉得我这边 因为我今天到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叫 今天的主题叫做通零的杠白 然后我就吓了一跳 有时候我们主题会跟前一天有点字眼上的不一样 对 然后我只说我来到了 既来之我觉得我就很开心能够有这个缘分跟大家能够认识 其实通零的这个角色的一个定位跟一个设定的问题 我觉得我有点可以告诉一些我们所有的人类族群 就是说通零其实每个人都有 你只要有呼吸 你呼吸着空气 你就一定有这个能力 要不然这个呼吸给了你就是浪费了 原本每个人都有这个功能 可能以前我们用的是Nokia 按键的手机 可是我把我自己的生命提升到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能够去跟宇宙所有的空间里面 我可以去下载 就像我们去搜索 你上Google嘛 你上了Line嘛 所以你可以跟上面搜索到整个空间次元里面的 每个讯息 今天到底上面给了一封什么信 要透过哇哇来讲 人类的演化进展 已经到了另一个时空门 这上门已经逐步逐步的大开门户了 就在现在就在单下 不只是人类如此 我们亦同然 所有时空次元的滚动是如此的快速 它无法被等待 也无法被停滞 只有一个真理 就是跟上 只要你是有生命的都在里面 你无法在外面 因为宇宙大爱已给了你生命 而你需要做的是 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 宇宙本身是一部大电脑 一个大城市 这个城市的设定 是来自于各个空间 以及各个次元 各个生物总和而成的 你的在是宇宙赋予的 而你的心智 造就了宇宙的现在 你们我们宇宙 是同时同步的在一起 我们是期待相连的关系 无法去分离 不同的是我们在另一个空间 另一个次元 但我们和你们在宇宙大空间里 都是同样的身份 同样的位置 别用非科学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我们的科学远远超越 现在的人类 所以这整个是你接收到一个讯息 要告诉人类的快速 上面可不可以用更简单的话 你告诉我们 真的吗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时代变得非常的快速 你可以想象现在所有的技术 未来 我们有个妻子还说 她有个大的那个妈妈包 她说将来她的女儿可以装电脑 她女儿现在一岁 我们都想将来的女儿 还需要用到电脑吗 搞不好已经不是这种电脑了 因为现在的什么VR 一直在这个进步里面 对不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 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问一下魔女 未来会是什么情况 你们有接收到的讯息 未来其实 其实跟现在其实是还蛮有关系的 你现在怎么走 其实会影响未来 只是就是 在以前我的学习过程之中 老师常常都讲说 现在是末法时代 对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 像我们这样的人 像刚刚老师也是有时候 就是我所谓的10%的人 是像我们已经已开发的 对 那大部分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check list 然后你只要时间到 他就帮你打一个勾 打一个勾 所以你就有了那个能力 来帮助其他的人 会比较像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偶妙的语法说一下 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带到天面 你自己要去找 要去寻 接到天面之后 你才能完完 不然你会继续去轮回 那你知道吗 这就是白话喔 对啦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觉得说 真的啦 就是 我 我 很多人喜欢问我前世今生或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 那个是 你要我讲100个 100个都可以跟你讲 可是我真的觉得好累 我觉得 我们 过去的不清楚 未来的不可得 你现在知道的就是此时当下 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在活在这个人生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这是很确定的嘛 那你这辈子你要做什么 这是我们要努力去理清的 那我现在 我所知道的是 我在公庙里面 以前到现在 我服务很多很有钱的人 我服务很多很辛苦的人 但是大家一样都是在苦难 都在烦恼当中 我认为我这辈子 我看到就是我在减肥 但是跟我住同一个一片土地上的人 他这样子在挨饿受冻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很可耻 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觉得它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 尽我们的责任 尽子女的责任 尽父母的责任 把自己顾好 然后有可以的话再帮助别人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要怕给观众生的东西 怡君其实是在科技业待过 也在媒体圈待过 那怎么说你有被抓交替的经验 这个抓交替其实是还蛮 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虽然听起来是还蛮可怕的 因为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是台北的地标 可以讲吗 那就是101 好 这地标 那刚刚好就有一个人 他就在那里一直想要 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刚好我的体质就很适合他 对 那所以就是 因为那一阵子都是 所有的工作一切都是非常顺利 然后虽然只是比较忙 早上上班 然后晚上可能比如11点再下班之类 但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忽然有一天 我就觉得 回家我就忽然很想死 对 然后我甚至就是在床旁边 都已经抓了剪刀刀子 然后后来觉得忽然 那一下就觉得不对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就赶快不对啊 然后就是还很努力的 撑了一天上班时间再去找老师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想要抓你 就是 你看到他吗 其实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一直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牵住了 牵绊住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是什么状况 然后是直到找了老师之后 才发现 是这个人他想要抓我 老师这样跟你说 所以那个人是在 在你的工作上班地方吗 对 他就是在那里好像已经居住很久了 可能上百年之类了吧 就已经在那个位置 可是那个大楼也没有上百年啊 但就是那个位置 对 OK 时空下的那个位置 是 那听说你还没有开始修行的时候 你是很容易被附身的 对 在等于是还没有修行的时候 一直身体里都住着一个 就是女鬼就是了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脾气也很不好 然后身体也很不好 然后就是整个人怪里怪气的 然后妈妈都会觉得 怎么那么奇怪这样子 对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后来也是开始就是刚好有机缘啦 那就碰到老师之后 然后就开始等于就是说修行这样子 之后 哎 才把它从我的身体拿出来 对 那那段时间他在你身体的时候 你生活作息有什么影响吗 那时候就是 因为那段时间是比较类似像就是说 我的耳朵会常常听到奇怪的 半夜听到那种鼓针啦 琵琶啦 那样的一个音乐 然后听到 常听到那种高频的声音 然后有听到 可能譬如说人讲话的声音 然后那时候都一直挖耳朵 然后就把耳朵都挖出血 掏出血来 因为我一直觉得 到底为什么隔壁的人这么吵 对 然后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后来 刚好一个机缘才去碰到老师 对 那老师说 你原来身上住了一个别人 对 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 那赶出去做就好了吗 赶出去之后好 但是要把自己的本灵拉回来 让他好好的修行稳定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 好像就是类似你的 灵魂没有在你的身体里 但可能就在外面 或者四周围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常常就是 可能譬如说走山路 就有人会塞进我的 就是从后面脖子的这个位置 让一个人头想要塞进来 对 或者说常常会有后期 甚至还有类似像护法那种 他们就会 就是会 可能半个人都已经塞进我的身体 然后师傅就要把他们抓出来 就会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样的期间大概多久 那段期间大概有半年 至少 就是在很痛苦 在每天都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碰到就昏倒 然后每天都要 把老师 请老师把他抓出来的这种状态 大概有至少半年 因为你那时候还中空 你的灵还没有办法进来 对 任何这个时候你的空间 任何邪灵都可以进来 是这样吗 对 他们就是需要你的身体去帮他们做 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后来可以看前世今生 后来是现在跟了这个老师之后 然后就是可能刚好我的功课 也做到一个境界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 可能看这个人 我会看得到他 可能譬如说要问 譬如说美人杰跟红一哥的前世今生 我就看到你们的画面 你们在前世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要经过一个焚箱 然后静坐 然后才看得到那个画面 还是你随时看到这个人就有那个画面 天线打开就可以 你随时就有那个画面 对就可以 所以美人杰现在想问 他前世是什么 他前世是什么 国约不可说 好那不可说 说美人杰的好了 阿藏三位撒起 刚好 就是也是个读书的 是看到前面第几世 其实不一定 会看你们存在的 你们两个的关系的紧密度 可能譬如说是 您的可能譬如说前三世 您的可能前一世 不一定 任何人的你都看得到吗 可是有的会看不到 或者不清楚 就很像我们在看YouTube 在看影片 你要看他本人吗 其实不用照片也可以 那蔡英文的前世是什么 这个 我怕我等一下 被随护抓走 不会啊 因为是前世嘛 对 讲讲看来 你有看过他的前世吗 其实没有 对 下次可能可以试试看 这个可能 我回去再翻 过去也不要再讲 对 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对 可能要翻一下照片 对 OK 那你是从小就有灵力体制 其实从小是常常动不动 就是每个礼拜 大概要去想两次吧 可能就是跟索尔菲亚 我都要去公庙去找 那种收金的婆婆 我帮你收金 那每个堆就一直发烧 一直哭一直尖叫 可是收金完又没事了 对 那小C是什么故事 小C其实是我以前就是 因为我待过进口车 然后坐公关也坐蛮久的时间 然后她是一个 经销商的女儿 然后她才20出头 那她其实跟我们都感情非常好 那也常常很多 很多就是 比较有钱家的小孩 他们可能 比较娇生惯扬一点 但她就完全不是 她就是非常 非常体贴 然后可以跟着我们搬东西 跑来跑去 然后办活动这样的女孩 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她 可是她就是 在20多岁的时候 她就得了脑癌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在她过世之前 她其实还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她就来找我 然后跟我说再见 然后我就想 我要这样怎么跟她妈妈说 就是 不知道这样怎么跟父母 去说你的女儿 来说再见 然后我只是隔天早上 传了讯息给她的母亲 然后她妈妈就说 对 昨天3点的时候 她刚好在 她在急救 那又救回来 然后到后来 反正就是她离开的那一天 那那天刚好我们有活动 所以她并没有就是 告诉我她要走了 是经由别人来告诉我 就是朋友们来告诉我 说她走了 我说我知道 就是非常非常贴心一个女孩 对 然后后续也是经由我 然后就是传达她很多想要讲的话 她已经过世了 她过世了 她怎么讲 她就是 当然是 希望我可以帮她 传达一些交代给家里的话 可能譬如说 妈妈就不要太过伤心 还是要回去过正常的日子 正常上班 那爸爸要注意身体 然后可能譬如说像妹妹也是 就要 在感情方面要更 就是更 更 更小心 然后更爱自己 就像这些 那她当然也有讲一些 就是她想要 她们去看她的时候 要带巧克力 要带花 就是还是小女生 她就想要一些 譬如说蜡烛之类 就是那种粉红色紫色 很浪漫的东西 对 你以前就是 看过一些东西 你跟妈妈说 妈妈叫你去看眼科 你看到什么 对啊 以前就是常常会看到一些 奇怪的东西 就可能在学校 然后看到 可是别人都没有感觉 但是我就是看到了 然后回家会跟我妈讲 我妈就会说 你是眼睛不舒服吗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眼科 对 然后到后来 甚至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也是就 会常常会有一些 幻听幻视的那种感觉 被形容是这样 所以同学都跟我说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精神科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眼科 所以那个其实 那个当下 其实心情是不太好 看到什么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小时候就是会看到 类似像 譬如说只是在楼梯的那种 打扫 放水桶 扫把的工具间 就看到有人在那里 人吗 对 就一个人形 对 然后有点透明透明的人形的样子 然后他一下就不见了 对 然后我就发现 为什么旁边的人 怎么都好像没有看到 为什么只有我看到 对 可是那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 害怕或是什么 你只是那一眼 很有个人在那里 对 然后马上不见 后来长大了就知道 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索菲亚 从小有去看眼科吗 很小的时候是 很小的时候是 家里会排班 就带我去睡觉 然后听哪里说 哪里师傅有效 就哪里去哪里去 你是什么症状 让人家带你去睡觉 就是譬如说 夜窟 你知道吗 譬如说正当你来我家 我们是讲说 大哥好 叔叔好 什么之类 那有时候我讲 就很乖 然后有时候我一讲 别我没说 哪里有 哪里有回来 这样子 我就哥哥回来 或是谁 亲戚朋友回来 就会这样叫 因为你有看到 别人没看到 我看到 你对着虚空讲 阿伯好 对啊 正大哥好 虚空 对啊 以前就是遇到过 而且我是叫名字 就是 霍春菲你回来了 这样子 然后我妈说全家就软叫 因为他昨天在医院过世 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是也是被叫去 通那个疑言 或什么 可是真的在做这一行之后 就很多痛苦尴尬的事情 这样子 以后有机会再讲 然后 后来就是 父母就很烦恼 就带我去收金 这样子 一个礼拜七天 哪里有效的 他已经去啊 听说什么要关起来 干嘛干嘛都去 然后后来是 我好像念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天 我爸发现我 拿一个洋娃娃 然后放在小椅子上面 然后我自己在帮那个洋娃娃 再盖 然后我爸妈就觉得 这样不行 后母三千 所以小孩子 天天带去庙宇 就变这个德性了 这样子 肯定在玩 在帮那个小孩子 太害怕这样 后来我爸妈就改变策略 对啊 太害怕了 然后在那里面 刘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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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爸妈说 这样不行 后来就也不去 叫我去收金 干嘛 我爸就都带我去打球 打棒球 对 就打棒球去玩 然后玩到累了一回家 就 就不会再看到什么了 这样子 就是都这样子处理 然后 我生活上也是 所以你觉得 受金有效吗 暂时短暂的 短暂的 我个人是觉得 像就通灵这个东西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平常心 看到也好 没看到也好 怎么样判断说 这是真的硬通灵 还是这是欺笑 其实这就是通灵人的悲哀 我看这个题目很喜欢 通灵人的告白 其实我们日子没有过得很开心 我是说 就我以前 就是说 我说一些 你通了会准 你的老师 你通不准 你就身经病 你就会神棍 那你看我们这种生活压力有多大 要帮不帮的 对 因为有时候通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是准的 然后有时候 也是会被质疑说 你是真的假的 这样子 就是说是不是乱讲 划重取宠 所以我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台大理事成老师 他们以前不是有在做那种特异工的那个测试 这样子 现在真的都是转 就像那个老师讲的 就是你开始转科学研究 然后我以前也被就是稍微测 可是很可惜没有留记录 然后前一阵子就是马来西亚的电视台 他们就要探访台湾的灵异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 然后他们就联络到我 然后我就说我已经隐退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什么协助我可以帮忙 就是介绍公庙啊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 然后他们来台湾走了一圈 他们就笑说马来西亚人笑说 你台湾人有那么迷信啊 这样也信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索菲亚这个经验有趣喔 台大跟你测试什么 等一下我们自己说 好不好先休息一下 理事成是上一阵的校长 对对对 他们有说那个特异工的 就是测脑坡仪器的那个研究 其实理事成那个研究很有趣耶 马来西亚说我们迷信 马来西亚也很迷信 就是说我听到这我心里就觉得 对啊好歹我们台湾 常常那么多通灵人 对不对 非常这样的 对啊我们这个通灵人口密度 是全世界最高的好不好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了 通灵王国耶 通灵王国耶 通灵王国耶对不对 怎么可以落产这样子 结果呢 然后他就说我就说那我找我帮你介绍那个 就是就是科学一点的那种啊 可以让你去测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找到那个玄庄大学的 詹蓝石教授 他有做那个科学仪器测脑坡 他那个很精准喔 他们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 那完全隔离的 然后直接就是用那个脑坡测量仪 他做什么呢 他有几个牌卡 然后你就是就是譬如说你看 然后我跟你通脑坡 然后我来看我看到什么 类似这样子 然后就介绍他们去拍 然后后来马来西亚团队就问我说 那索菲亚你可不给拍 这样子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 测试你 对啊他测试我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对啊以前斯超林教授测过一次 没有记录啊 我现在跟人家炒大功 那时候很厉害 但是人家也就对啊 就是没有对 那你要测我来测测看 然后去的时候那个张教授人很好 他一直说索菲亚你不要测不要测 为什么 对啊我就想说 对啊来证明一下 那个摄影机拍一番两顿眼啊这样子 他就说 这个其实也是要练习 包含他们那种手指四肢 他其实要练习 他说我完全没有练习就上 这样子 功力 对啊这样招牌就 对啊就落拆记录 对啊 然后我后来就说 你说前一天要调气然后练习 前一天就要先练老婆的练习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练的 反正我是因为很忙啊 所以临时叫我去 然后我去我就想说 啊那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嘛 主持人第一次见面好不好 那我就通你啊 嗯 这样子最准啊 我完全对你没见过面 然后你也是拍 你也是一个很怀疑的眼光 来看台湾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说那我通你啊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 他就整个录影录下来这样子 然后 然后 其实 唉我为什么对通明 没有那么执着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人家常说我们带天命啊 我们拯救世界什么 可是我觉得齁 像我这种会赖床 贪吃 然后爱喝饮料 然后 会发脾气的人 你说这样我们就是有修行的人 然后可以获得什么超能力 我觉得这样子老天爷很不公平嘛对不对 我觉得 应该要修修 真的有修尾才是 所以我都觉得通明这能力对我来说是 可有可无 那是掉下来的 那你要把它当平常心 这样去看 所以我通明都很简单 我都是 这样就好了 对 然后我那时候在通的时候 怎么测试怎么测试 对那时候就都 就把我都贴满电线这样子啊 然后就测 测那个 主持人 然后整个过程 包含说 我要测的时候 他左后方 就有一个长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要把我眼睛扒开 然后我现在有跟他讲说 你不要这样做 然后我是要通灵 是要做科学印证的这样子 然后他就让我过 然后我讲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讲那个主持人的身体状况 对他的身体状况 最近的事情 你是跟 谁告诉你他的身体状况 没有啊 所以他要通他 就通灵啊 就要证明他的功力 就跟他的灵去通 是他的灵嘛 那个主持人的灵嘛 对 所以他才知道说 他的功力有多深啊 然后还有讲 他自己本 自己的私事这样子 然后拍出来之后 就一方两瞬眼嘛 那就过了 就是主持人就说 对 主持人就说 就说蛮 就是他也蛮惊讶的 蛮惊讶的 蛮惊讶说 他说他是 他是 他已经做那么多年的灵异节目 他已经做好几季了 他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都很红 他说这灵异节目 有人可以跟他讲出来 他后面的守护神是什么 然后讲了什么话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开玩笑 台湾 台湾 台湾No.1 对不对 通灵王国 不输马来西亚 当然啦 对啊 然后我就这样 就是这样跟他说 然后后面 比较有趣的是 是 后面脑波测验出来之后 那个教授很开心跟我讲 他就说 索菲亚 我说听说报告出来是怎样 他说对 他说索菲亚 你都在做梦你没有醒过 我说 蛤 这什么意思 他说教授 他太开心了 他讲太快 他说 有连那个电线 对 他说一般人 我们像这样讲话 应该是被打波 脑波有阿法被打那些 他说应该是被打波 然后如果是四五岁的小孩 以前 或者是你在做梦的时候 会出现阿法波 对 那所以你理想的实验状态 就是我跟你讲话 是被打波 然后通灵的时候 阿法波 我这样才对得上 他说 它是他们实验以来 第一个就是全部都是阿法波 都在睡 对 我都没有醒过 对啊 可是我换个角度想 其实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其实 包含我们 因为我们是清醒的 根本就是在梦里 你以为我们在 你以为我们曾经拥有什么能力 你以为我们拥有这个水 其实都没有 我其实蛮好奇 就是说你后来是因为要证明说 你有那个能力 所以你让他重新测试一遍 因为你说我没有留下证据 其实我本来功率是很高深的 那一次的测试到底讲了什么 没有 那次测试是去移动东西 就是他们也是给我 蛮多年前的 就是也是做一些通灵的实验 类似 石潮林教授做的 记录在他们那边 但是就没有像这一次 这是台湾可能会播吧 台湾可能七八月 可能会买节目进来 他去看脑波变化吗 对 那是大学团队 科学团队测的 然后他们说他们会去 他问我要不要再继续接受测验 他们会再去弄更高等的机器 再来测 我说只要不要把我切片都可以 不要给我切片 其他我都让你切 紫菲亚特别要提的就是说 不要迷信说 带天命这件事情 你就要开公庙 真的 天命应该是让你去帮助更多的人 对 对不对 而不是让你去开公庙 造成更多的有些困扰 社会问题 对不对 社会问题 因为开公庙的时候是 我自己以前开的时候 我也是想帮助别人 真的 可是喔 我们真的很现实 门一打开 就是都是要钱 那有些人来 他真的不是卡印的问题 可是 你都要跟他讲有卡印 那有些人是 我觉得会激怒我 就没有卡印 也跟他说他卡印 对啊 要不然 因为要这个 哎呀 就讲太白了 我没有我说是ok 被你想变 我后来很生气的原因是 曾经就是有年轻人 也不是年轻人 可能四十几岁来 然后呢 他就觉得他被半壶挖 他才什么东西都不顺 我都跟他讲说 半壶挖要钱 谁没事要给你半壶挖 他就说 他就觉得他被半壶挖 才会那么不顺这样子 我说好啊 这一概嘛 这一概完 然后一阵子之后他就说 那他觉得是那个 是公司风水不好 好啊 瞧公司风水 然后再来呢 瞧家里风水 瞧瞧瞧瞧瞧 再来呢 要改名字嘛 太太也要改名字 小孩也要改名字 这样子 好改 没关系嘛 你要讲的东西 我服务都可以提供嘛 好我跟你讲 改了 然后有一天他激怒我是因为 他爸爸过世 然后烧骨灰 他问我说 请问一下我要放在哪里 才会比较好 这样子 我整个人就抓起来 我就说 像你这种人 你出生的时候 先你父母给你的八字不好 你爸妈给你的房子 你先位置不好 然后你爸妈给你好的名 你也不好 你现在连你爸死了 你都要榨取 那最后一点点的剩余 你把你爸的骨灰 当开运性运物 说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对我好 对啊好 我说你这种人还成功 这真的就是没听到你 对 那我就觉得说 你说一句红包就不包了 没关系 可是 真的我过早 我也没收太多了 我都是宫廟的人拿去 我的意思是说 我原本是想要帮助你 可是我现在把你变成一个 你把所有的东西 通通失败 通通都归咎在这些东西 鬼鬼神神的东西上面 我感觉我不是在帮助你 我只是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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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这不是真的在帮人家 我后来的心得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通年的能力 也要学会放下 不要认为自己就快要当神了 对不对 对啊 这很难欸 你被扑的时候 这个很难拒绝 真的 像以前当红的时候 人太多 你没办法看对不对 你现在算过气了 对啊 我过气了 真的 要先拔杯 拔有杯才有 常常来过来通 对啊 人家是这样子 是跪着把红包给你 这一种 不过我刚刚欣凌老师讲的 我觉得很对 就是说 其实那个扭转 其实就靠利他 你在 以前是你的客人 听说你现在在 对啊 利兴基金会 人家就帮得很大 对啊 我很感心啊 我后来会接着工作 你知道我们社工真的很辛苦 我们社工做这种工作 一个礼拜做7天 几乎24小时人口 薪水28k 那满辈 那个台中的段议员 你参考一下 谁啊 他是讲谁啊 段议员讲 他就讲说我们社工 都是只会吃饭拉食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这样子 真的 那 诶 诶 就是 利兴基金会 因为你以前帮过人 所以现在你这样来帮 所以我后来为什么 我回来还是愿意接这个工作 我就觉得说 至少我募物资比较快一点 对 因为我就可以跟他讲说 过去的信徒 不是美人姐 我帮你改运 12000这个月要不要捐一下 我募物资比较快一点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那就是我就是 有一次我就在脸书就贴说 你真的要欠钱 你以前跟他说八千 我现在 我经营这个食物银行物资中心 也要开销 是的 然后我就贴说 我需要访问液 因为现在夏天 很好 大家不愿意宣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po说 希望可以募600份 看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 结果马上就有台南的朋友 马上说 马上三百算我的 三百桌 三百桌算我的 然后想说 我想说怎么这么厉害 然后对方才讲说 我说 以前我们家有事的时候 你帮我赶轨的 你有把我收过 收过了 而且一定是有效 我也没有跟人家收红包 他当时你也不需要收 不然我就用这个方法 我说你不要当作你还我 我当作你是在种福田 这些利官捐献的这样子 利他扭转成福报 对啊 来 等一下请叫欣宁老师 好 来 先休息一下 你这个以前是跟着团体到中国 去做志工 对 十多年前 那后来你为什么觉得是被骗 我觉得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一个人生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当初 我跟着团体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理念系统 一个很好的信念系统 那也是人类现在很需要的嘛 然后我觉得说 跟着这个系统 我到了国外 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人类 数量最多的 国土也最庞大的 然后我觉得从那里 我们觉得说从那里的开始 是一个很好的起源 你去做什么样的志工 就是环保 环境保护在那边很需要 对 还有水博物馆 就各方面这样子 还有跟政府官员 把荷兰的水资源引进了 技术到中国这样子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非常的团结跟愿意 非常的愿意去把这一块能够做好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十多年了 结果团体是结束的 我当初在那里 我是放掉了我人生里面的 所有的需求 需要 包含生存 钱 感情 我就全部放掉 我就完全投入 对 这么的相信这样子走这条路 然后我只是上个班 所以你完全做志工也不赚钱了 没有赚钱 就是上班 维持我自己的生存 对 然后可能有男朋友 没有带过去 也没有 我就是把感情这条路都切掉了 都完全切除这样 我就觉得说把这个东西做好 对人类的未来 是真的有注意的这样 后来我就走了十年 结果我们这个团体结束了 那个对我的震撼非常的严重 我会觉得说 我的愿意跟我们那么 我们团体的愿意 而且是做正向的东西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做对的事 对 怎么会像一个结果 只是在那个单下里面 我们这个团体 除了做这块环保以外 我们都有去 让自己身心灵去提升的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大家 好的书籍 我们大家都会共同的去 阅读跟成长跟分享这样 所以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找到了身心灵 可是最终它是结束 结束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团体整个人 都有点很不能接受 非常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的生命核心 是为这件事在走的 大家都这样子 后来我后发现它结束了以后 我就觉得说上天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真的是误会一场 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在走 你就回去赚钱了 对 我就跑去做世间法赚钱 然后赚钱呢 我觉得这总可以了吧 可是赚了钱 我就做了很多的行业在上海 我做了什么就帮我收什么 做什么就收什么 都是败 对 而且以人间的角度来讲 我是评估得很谨慎 因为我都跟那个业界的顶尖人士 顶尖人士合作一起合伙做的 可是你不管人间的评估再怎么的好 他就是失败 所以你得到一个东西叫做无解 无解 无解 没有解 然后无解以后我过了五年 我把我在那里的积蓄全部都没了 没了我就回到台湾来 然后回到台湾来以后 我对我的生命是愤怒的 我对上天是极度的没办法接受他们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里面 我愤怒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我让我自己安静了 因为我知道即使你的愤怒 也帮助不了我自己 我在愤怒我反而看不到前面的路 我连下一步路该怎么走 我都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反正 包含家里的不支持 不支持 他认为我就写那 我就开始写了这 我那两本书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变书 我只是要找我自己生命答案 我只要找 我只是要找 怎么了 那你这本书说你是接受一个高资源能量 你怎么接收到的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不是 我那时候没有感觉到我是接受 我只是找我个人生命怎么了 找生命答案 我就这样用笔跟纸我就写下了 可是说句实话 我有身心灵的基础 因为我之前我看过很多的书 然后就像上面就跟我讲说很简单 如果你不懂得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叫123 他就没办法来教我们加紧乘除 所以那个基本的data 你自己必须去具备跟架构的 因为可能我多年 我有在身心灵领域 我有努力过 所以当我写下来的时候他是来教 因为我有123的基础 他来教我加紧乘除 所以他带领我走入一个更高的 赤源领域里面 那我在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然后在写完的时候 因为我的安静跟我的臣服 我臣服了我自己的生命 有一块我必须要去完成的 然后我臣服以后就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写到了差不多一半 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是他们下来的教导 所以现在随时要去感受的时候 是有一个什么channel一按 就会有吗 还是会有一个仪式 我没有仪式 他有过程 你们这一行没有仪式 我是没有仪式 我个人是都不喜欢 因为反正我都阿法波我没差 他一直固执在那个状态 你都在睡觉 其实他感觉他的测试 Sophia 他的灵体其实是清醒的 我们人类测试他在 睡梦 是他的灵性一直在宇宙空间 他是清醒的 所以真正的清醒是他 他的人间呈现的是睡梦 对 但在灵性的大能量产域 他是清醒的 是我们大家在沉睡 所以你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连结能力 然后为什么会失去了呢 第一位因为人类属于物质文明居多 在居多的时候 整个大环境 整个社会 整个教育系统 都教导你什么叫做成功 所谓的成功叫做你有钱 你有位置 你有身份 你有地位 这个东西把我们的头脑里面灌输了 所谓人类的认为 人类的认知 所以大家就会在一个无知跟莫名的情境 跟大环境里面 你走入了大家认为的成功 事实上这个 我们会认为是成功 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因果业力 来探索的 其实我一直在呼吁就是我们所有的大家 就是说你不要害怕英国业力 英国业力只不过是老师 他的存在是老师是来教导你的 但你懂了 你会了 你也把你自己的修行修为完成 生命课题完成 其实他就走了 他没有要折磨你 他也没有要折腾我们 他只是说我的生命课题 你的生命课题 他的生命课题不同 所以他只能用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发生 来唤醒我们 OK好 心灵你在这块课题里面 国文你不及格了 所以你要在这块精进 比如说每人在数学不及格了 数学老师就来了 所以有些人是感情 有些人是健康 有些人是事业 有些人是家庭 你都状况都不一样 他就只是老师 他不是你的生命的核心 你进入高次元的世界以后 你觉得你 因为你书里面有一张 叫做话语的力量 你觉得你的讲话 以前跟现在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当然不一样 因为以前的我 是在人间的语言 然后现在的我 是因为透过他们 一段时间的教导 跟带领 所以很多东西 我的看到跟知道 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表达也 对 所以你的表达也会不同 我曾经把他的书里面有一篇 翻译成人间的语言 在脸书上就被很多人说 懂了 这样子 也按赞 就是他这边有一个 第七章有个未来这篇 他写说 时间代表着能量的凝聚 你想跟什么样的未来自己相遇 就看看你自己现在 和什么样的心境形影不离 那一般人刚看过去 就要咀嚼很久 那你知道我这人就是 很会翻译经典文学这样 我说 如果你现在一直泡在处里面 将来你就会是酸的 这样懂了吗 这美人好经典喔 懂了吗 你想跟什么样的未来自己相遇 就看看你自己现在 和什么样的心境形影不离 当然 你还可以有更深奥的解释 我说我们这种俗人 这样翻译 他的翻译好经典 就会 因为时间代表能量的凝聚 对不对 你泡在那边越久 你后面就算了 当然很多人跟我讲说 触进去是简性 我跟你讲泡 我没有讲进 OK 派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雅科下去 对 这样你就听懂了 对 很清楚喔 就非常清楚 成为模拟的过程里面都有一段时间 会被家长带去看眼科 可是如果你家就是开眼科的 菁萱 是 我是因为世人不亲 所以才要开眼科 没有啦 开玩笑 我是没有像几位老师这么的厉害 但是我是大概在国小一年级 是开启我人生当中 我知道阿飘这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是假人 然后我们基隆那时候还没有 像现在那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都是比如说在 住在比较山上 那时候就是我记得 我国小一年级 我就有一年的夏天 我跟我父母 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他睡双人床 我旁边就是我们小朋友 不是那时候会流行那种上下坡 那时候我突然间夏天 我就这样子突然间热 很热 然后就这样子起来了 我也莫名其妙觉得 怎么会这么清醒 但是我突然间 我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扇风 我就好热喔 一直扇 但是在我扇的过程当中 我就用余光我就瞄到 房间的门口怎么站着一个纸片人 那是真正的纸片人 我就从他的下方开始往上看 白色的连身裙 然后旁边两个袖子也都是白色的 但是看不到手 然后长头发 然后一直看到脸这边 但是头发都看得清楚 脸就是完全好像打了马赛克 不让人看清楚 当下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还很想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也不怕他 就突然间还会对着他看 然后他跟我同样一个动作 他就手这样拿起来 坐着我刚刚做扇风的那个动作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人好奇怪 但是我突然又对着他 喊了一声妈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喊了他一声妈妈 但是喉咙感觉就是出不了声音 但我喊了妈妈 所以你有嘴心 对 妈妈 就这样 而且讲妈妈之后 其实你是想喊你妈对不对 不是 因为那时候当下都不知道 喊完之后 我觉得他是我妈妈 我还要这样子给他抱抱的感觉 但是当我要伸手 要去抱他的时候 他就咻就不见了 那当下我就 整个吓一跳 想说怎么会不见 突然间意识到 我妈妈那时候是短头发的 我怎么会叫一个陌生人叫妈妈 那后来隔天我就把这件事情 就是跟爸爸妈妈讲 然后爸爸妈妈还有跟爷爷奶奶说之后 他们说 带你去看颜柯 他看到鬼 他都说我应该是遇到那种东西 那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对不起 你说他纸片人 你是为什么 他是很瘦很瘦吗 就是像一张纸一样这样子 然后就是飘在那里 就是等于整个挂在那里 所以你看的是正面 但是你还是看到纸 他就像一张纸在那边飘 对 他就是这样子 整个就是这样掉在门上面 门框上面 下次再看到你就揉一下 因为他揉一下 他脸就出来了 就立体了 就对了是不是 那自从这一次之后 我每一年的夏天 我就是不管是去学校 还是走路的时候 我都会有个timing 就是突然间心肝好像会那种切削 对 先切削 然后突然间好像有个东西进来 我的心里面跟我的脑子里 然后那个声音是告诉我说 那个鬼妈妈她回来看你了 每次每年两三年一直下去 就是每年夏天 都有这样状况发生 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 我突然间发现 我并不是那种像 其他老师是眼睛阴阳眼看得到 但是我的耳朵特别的敏锐 比如说我可能 因为我是隔代教养 就是爷爷奶奶待大的 只要我不乖 妈妈就会说 这礼拜不让你去看阿公阿嬷 我就会 小朋友就会棉被就这样一盖 然后盖在棉被里面 我就开始一直哭 然后哭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哭说 阿公阿嬷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 阿公阿嬷 我很想你 然后我就哭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耳朵 就有个声音就灌进来 然后就是重复我刚刚讲的那些话 而且是我自己的声音 也在讲 阿公阿嬷 我很想你 然后当下我就停止哭泣了 不断的一波一波进来 对 就是我旁边不可能有人 因为你自己讲 你自己会听到 那他就是在copy我的声音 然后完全也是我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整个就吓到想说 我为什么会听到 照理想盖这样子 空间没有办法有回声 对 而且我旁边没有人 我在我自己的小朋友的床上 然后甚至后来我第一次 除了这个鬼妈妈之外 我看到了动物林 就是那时候家里有养一只土狗 那他就是走了 走了之后 好像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叫头七的时间 那时候晚上的时候 我也是突然间就 嗯 莫名其妙又醒来 那我就听到了那种脚步声 脚步声就是类似像 我们知道狗狗阿还是猫阿 有时候走路会叭叭叭叭叭 爪子的声音 那时候我睡在上浦 我就这样子探头下去看 一看的时候我就看到 我们家的那只皮皮 他叫皮皮 他就整个这样子走路走走走 然后他这边看看 右边看看 然后最后往上看我 然后我就看到他 整个就是发现我在看他了 然后他就这样子看着我 就像他生前的样子 真的是脸上狗的脸上是绿光 我就知道电视演的是真的 真的 对 那除了说我那时候就是在小时候 开始看到鬼妈妈之后 我就开始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过往之外 鬼妈妈 譬如说你看七位的时候 还会看到十步的 我大概在一定要发很高的时候 比如说四十度那种的 然后磁场很弱很弱的时候 我就会 比如说我会看到 只有下半身 然后西装裤 然后在不管是新房子 还是说朋友的家 我只要是身体状况是这样 我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那后来我就是 你是说他只有半身吗 对就只有这样子 一个大男人的半身 下面穿西装裤 上面是没有的 上面是完全没有 那这一个熟悉的人物呢 我曾经有一次还在台北的闹区 沿吉街的一家Bar里面 门口有看到 那我就觉得说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 常常会看到同一个人 那直到有 你都没外面喔 我没学给他吧 然后 他都像那样就对了 对我就是都是看到下半身 然后我能确定他不是那种 而不是人 是因为 比如说 我可能想要去开门 比如说 我们去那个 这是我跟那个高超哥 曾高超 我们去那家Bar的时候 那天我跟他去喝一点酒的时候 我就是 他可能要开那个Bar的门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 我就把他手这样打掉 因为我就觉得说 看到有一个人要帮我们开门 他也要进去 那我们干嘛开门 就让人家服务就好了 但是打掉他的手之后 我刚看到的那个人 他突然间变成下半身而已 然后他就不见了 他跟着你 就是三不五十 这个对你生活上有困扰 会怕 其实我虽然外号叫大胆轩 但是我其实就是 那你有去处理吗 我后来大概 其实没有完全处理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次更明确的 除了我之外 有一个人也接触到他是因为 我有一天我到了 我一个大姐的家里睡觉 然后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做了一个梦 他在梦里面呢 我就是在开车 那开车就前面大塞车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塞车呢 往外探头一看 原来出车祸 那我就想好奇想看一下 到底出车祸 到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结果我往外一看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男人 中年男人 躺在血脖里面 全身都是血 那我就从他的脚开始看 哇也是蓝色的裤子 上半身是白色的衬衫 然后一直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呢 突然间他本来是倒在那边的 但是他就这样 起来就往我看 就整个这样子 往我的脸上这样子贴 然后我当然就是 啊 就下醒了 然后下醒之后 真是全身内衣内裤都是倒冷汗 整个都湿答答 我整个就是冒冷汗 我就赶快全身发抖 冲到打开门 冲到这个大姐家的客厅 因为他客厅有一幅观音菩萨的神像 我就在那边寻求庇护就对了 我就在那边一直念佛号 我就很害怕 还没有安定我的心灵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大姐 就打开她的房间的门 就出来就这样子插着腰 然后很凶就问我说 你最近是不是有去什么地方 我有跟你说过 夜店是不可以去的 因为中年就是 就像比如说摄影棚 不见阳光的 然后你是不是偷跑出去玩 夜店整年都看不到阳光 对 然后我就说没有啊 她说又说没有 不要这样讲 那我们整年都在摄影棚里面 就是类似这种不透光的地方 其实是会比较聚音的 然后那个姐姐就说 你还说谎 刚刚我在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人这样子拉我的脚 拉完脚之后 他眼睛一睁开 看到一个全身是血的男生 白衬衫 蓝色西装裤 然后站在我的床檐 然后这样子看着他 所以等于说 其实我梦里的那一个人 他跑去了隔壁他的房间 去拉他的脚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到现在其实 那是你梦境里面的人 对 可是他描述真正他看到的人 是 所以他跑来了 对 他跑去那个梦里面 梦里面那个人跑到房间 跑出来了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还做灵异节目OK吗 就是他们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点 对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可能台湾的什么前十大鬼屋 有什么民雄鬼屋 对不对 然后基隆鬼屋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两个在我心中都不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比如说 北部的话是 桃园的华国戏院 那这个是被我们大胆旅行团 拍到政府热令去拆除的 就对了 不在了 不在了 因为每次去拍绝对都 有东西 我会让你供估 真的 这太棒了 居然是你没有体质 太棒了 没有灵异体质去那边 那个摄影师 还是说摄影助理 我们大胆旅行团就换三组了 因为摄影大哥拍到 骂完之后 走掉 辞职很多 他看到害怕 就是都被整就对了 那种身高这么高的 新冠百八公分 替人百八公斤 都撑不住了 摄影大哥 对 他怎么整他 他就是比如说 我们其实没有播出的时候 也是挺诡异的 比如说这个摄影大哥 他在扛机器的时候 走一走突然间就像那个 好像 就突然间像僵尸一样 就这样子跌倒 整个脸就是当刹车皮 然后 然后 我们就说 你怎么跌倒了 他说 他刚才有人求外套 那不是有拜 我们不会拜的 也不会烧金纸 也不会跟他打招呼 因为你们就是要拍到 对 而且如果 有这种 有这种摄影团 而且那时候 还找得到员工 而且那时候 他们如果拜的话 也说一定要出来 没有啦 我们身上如果 像我穿这种外套 他们还会请女生检查里面 有没有藏福令 对 有时候我藏佛珠 他们就拔掉 然后甚至 就怕他不出来 对 甚至有一次拍外景 拍了一两个小时 都共沽 结果那时候 他就请女生的编导 就说 你去检查内衣 有没有福令 我就 好了我自己拿出来 我藏内衣里面 然后就果然 那种阿飘是出的 你干嘛做那个节目 你还害怕 那个 去阿甲没带去 破带 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华国戏院 他为什么 他有命案 他非常的有名 是那个 因为他曾经 因为一场大火 然后所以在那边烧死 大概近30个人 他诡异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 在平常看得到棋楼底下 有几十个熏黑的新珠白亚 放在棋楼下面 让人家供奉吧 这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 你走过去 你都 那我新珠白亚在那 那当地的人就讲说 因为一般我们知道说 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洗手间取水 来遮住口鼻 那所以这个华国戏院 他那个时候 死最多人的地方 就是在四楼 四楼的洗手间 然后据说 很多人进去探险的时候 都会发生事情 所以那天我就进去里面 就是带着我们大胆旅行团 就开始从一楼 比如说是Pachinko 二楼是卡拉OK 我就开始介绍 三楼是什么 然后三楼要走到四楼 最猛的地方的时候 当下我真的觉得很像 温度突然间 急速下降了大概三四度 你会突然间就好像是 从外面 然后 进冷气吧 对 然后就打个剁锁 那一去的时候 就看到整个 哇 那个真的是严重火灾 为什么 楼梯全部都是被烧到 可能高温 然后产生钢筋水泥 全部都啪 外漏 所以楼梯很难走 一不小心你会滚下去 它没有门把的 那我进去之后呢 我就先往这个 我刚讲的洗手间 大体人数最多的地方走 那男侧女侧是相连的 只有一墙之隔 那以防呢 就是会有流浪汗在里面 可能会造成人 嚇人 嚇死人啊 所以我就先去这个 南侧的地方 我就看 喔 南侧确定没有人 那在南侧 我就有看到一个落地镜喔 就是很像在 我们穿衣服的那种 镜子应该烧破啦 欸很奇怪 它就是那个镜子没有 那我当下突然间就有一个 讯息就到我的脑坡里面 就是说 这个镜子我觉得看得 我觉得好诡异 我觉得似乎是 有点像是鬼门关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灵界的东西 它的出入口 那我就不敢靠近它 那时候我就 趕快退出来 我就到隔壁的女侧 那到隔壁女侧的时候 我有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一墙之隔嘛 那是不是洗手间上面 都会有些通风的地方 那我到女侧的时候 我就看 欸 怎么有一个洗手间 马桶旁边 有一个草人擦针 那我就一看草人擦针 那制作人就说 你把它剪起來 我就说 喔 虽然不敢还是剪 那当我拿起这个草人擦针 我念完之后 那那个 我当下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说 隔壁感觉好像有声音 但是绝对不会是 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跟大家保证 隔壁是指哪里 就是 南侧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绝对是躲在我的后面 包括男孩子 我一定是走第一个 那你不用失望说 有什么拉鱼线的效果 还是说隔壁有人要敲门 因为他们胆子都太小了 全部大家都挤在一起的 那么多人他们也害怕 全部都挤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节目是做真的 那在那个时候 我就是 有的节目是做假的 請说 然后那时候呢 就突然间 就听到隔壁有 一点点动静 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但在这个moment呢 有一块那个砖头 就是瓷砖 薄的 就从隔壁的南侧 经过上面的通风口 咻 快 就到我们的面前 就掉下来 然后直接就掉下来 但是问题是我已经 没有扎到人 但是就是在我面前 就这样 就这样掉下来 但是我刚刚是确定 隔壁绝对没有人 而且在我们那时候 大家全部都鸦雀无声的时候呢 呃 在这个空间 离我们 我们很近的地方 就有一个女生的声音 就这样 叹息 当下我们那时候 啊 就整个尖叫 然后就哇 整个就是往四 四楼往三楼 就拼命跑 那我说我是走第一个 对不对 那我转过来 被人家说 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 那个速度 我就觉得说 我不要当最后一个 我好害怕 那我前面是摄影大哥 我一把就抓住 那个摄影大哥的领子 然后就往后丢 他就变最后一个了 然后再往前冲 然后就看到摄影助理 我就哇 我也是拉他的领子 往后丢 力气就是很大 然后他们就垫顶 那当下我有个感觉 我一定要逃跑 我遇到的那个 我刚刚说的那个楼梯 都已经被火烧到烂尿了 我当下就是一步 差不多一步 我应该就会管下去 而且我宁可摔死 我也不要在那边被吓死 那我很谢谢那个摄影大哥 因为他当下做了一个动作 他看我这样 快要掉下去 那个楼梯要滚的时候 他扣住我的脖子 把我这样拉回来 但是因为我以为是 阿飘抓我 所以我就一个拐子给他 然后结果那时候 我就再往下冲的时候 突然间要听到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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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停止了声音 我就往后一看 哇 那个摄影大哥 他们常常出外景 脸很黑 但是瞬间美白了 他就躺在立上 然后嘴巴这样 歐字形 然后瞳孔放大 然后还很敬业的 抱着他的摄影机 但是他就是躺在那个 钢筋水泥外露的楼梯 就躺着 整个他没有办法录影了 没有办法再扛机器 那但是 他摔下来了 他摔下来了 然后后来制作人就是 说那我们检查机器 回放一下 那当下他就开始看 然后他就 社助就说拍到东西 他说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来确认一下 就是在 他刚刚要摔下来 在跑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突然间从一个木箱 地上有个木箱 有一个人头 这样子出来 然后看到我们的时候 又再收进去 哎呦 然后就是在跑的过程当中 拍到的 那制作人当下就 哇 觉得Bingo 收视率一定会很赞 他说 陈林轩你 你秉持着大胆的精神 你现在到四楼 刚刚的洗手间 我们准备了一个躺椅 你在那边睡觉 你们制作人 是的 然后 他并且他要架设一个 夜视摄影机 放在那边 他们全部的人 就只留我一个人在洗手间 其他人全部都下去 等我做感应 对 然后那个时候 你答应啊 不答应啊 而且讲真的 我当下下歪了 我 哪个女艺人会在 跟制作人骂脏话 我当下就 把人家洗不掉 我就这样子真的骂他 但是 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刚出道 你上去了 先休息一下 你在那边睡了 睡 睡 也没有睡早 谁会睡得早 对 回到我们的现场 你睡了吗 我在那边真的是睡不着 那时候 那一个人躺椅 一个人躺在那边多久 我躺在那边 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我说制作人要躺多久 他说躺到你有感应为止 我说好水 然后那时候就是 他们就拿了一个 爷爷奶奶常躺的那种躺椅 就放在那 机器夜视镜架好之后 我就躺在那边 然后拿着那个叫对讲机 然后只有给你一个光 叫做小小手电筒 就这么小支 所以没有打灯 我怎么可能啊 我这么好事 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拿着 然后我就开始躺在那边 然后我就努力的去 去感觉现场的磁场 他把我躺椅放的地方 就是那个 我刚刚讲的那个镜子的地方 他就摆在前面 然后我就也是会偷瞄一下 那个镜子 因为我会有很多的想像 你说那个是出入口 对啊 我就想说镜子里面 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什么 然后四处一直看 一直看 我就整个就是冒冷汗 那个时候是冬天 我整个是全身都是流汗 我太紧张 太害怕 但是是白天 晚上我们的外景都是 一定要指食一道 指食一道 那个就是感觉就是过12点 冬夜了 对 那时候我就在那边 告诉他们就是说 我现在状况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在做一个小open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小open 就是做到一半 讲没几句话 我就嗯 然后就往自己的脚那边看 因为我那时候是穿雪靴 太冷了 那有人感觉是穿过的靴子的底部 这样子在抠我 抠我的脚 然后我当下就说起来 因为被抠你一定会有反应 脚底那么敏感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 而且怎么可能有人穿过 那个靴子去抠你的脚 我当下对讲机拿起来 我说 有人在抠我的脚 你们赶快上来 然后我就听到对讲机 那一方的声音 就是感觉有在走路 他们有准备要上来的意思 然后我就正在等他们上来的时候 突然间我觉得好像发生了地震 然后整个躺椅就是 就是就一直晃 就开始一直晃 然后镜子那边也是在晃 然后隔壁的那个女侧 因为我躺的是男侧 隔壁的女侧 也感觉就开始一直有 不知道在讲什么 有天语 我听不懂 然后我就突然间 太多的这种东西 给我遇到了 我就整个很崩溃 我就一直叫 然后就啊 尖叫 然后说赶快上来 我就一直狂叫狂叫 就他们好不容易撑到他们一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他们 准备要来跟我碰头的那一剎那 我突然间我产生了干呕 我没有遇过那样的状况 这是我的第一次就是 就是一直吐 但是我吐没有东西 那在吐的过程当中 是我们身体会往前晃 对不对 那在往前晃的时候 我可能我觉得我的脚 脚跟它离地了 脚尖还是在地上的 那阿飘其实我们大概知道 他大概是这样子就 啪一声就进来我的身体 那当下我觉得 附身这种东西呢 嗯 我个人经历过 所以我可以解释为 八分是对方给你的意思 两分存在是自己 那当下就 我的整个脸 我就觉得我 我很 好像是一个很豪迈的男人 但是我的脸扭曲到 嗯 脸部表情可以到极致 有时候歪嘴斜眼 然后很丑 那我相信没有女艺人 会是愿意这么的 你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因为有个人的 的意思告诉我说 好像我变成他了 而且那时候 我发出来的声音就是 是男生的声音 这不是全都拍到 这个有拍到 在当下那时候 因为他们机器还在晃 因为还在走路 但是已经拍到了 那只是拍到你的脸 但是有没有拍到其他什么东西 那时候没有拍到其他东西 因为那时候 他们知道那些东西 已经在我身上了 因为我整个脸就这样 就是很可怕 很扭曲很丑的 所以我说女艺人 是不会做 不太会做这样的牺牲 那时候当下 我就整个有一个意识 就是告诉我说 你往楼上走 那我要往楼上冲的时候 他们拉住我 工作人员来 工作人员拉住我 后来又有一个声音说 你不要往上面了 你直接在四楼 四楼你就往下跳 就有一个指令 告诉我怎么做 结果那时候 一收到指令之后 我就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就这样子挣脱他们 挣脱这些大男人 然后我就一直要往窗户那边 去做自残的动作就对了 他们一看到 大家都吓到了 因为不能出人命 他怕你抓住啊 对 摄影助理也抓住我 然后制作人也抓我 然后甚至到两个大男人 这样子架住我 架不住我 因为我一甩他们就开了 你没有带老师去吗 那时候老师 就是我刚刚讲的 郭定璐老师 他就从一楼才缓缓上来 可能比较胖吧 就走比较慢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他就是 因为制作人有先交代他说 你先不要那么快上来 你那么快上来 处理掉阿飘的话 我们拍不到东西 所以等我cue你 你再上来 那时候就是 摄影大哥他也觉得说 哎 感觉两个人都抓不住我了 他就 他就那个机器就先放在旁边 然后这样提着 但是还在录啦 但是提着 然后也跟着一起抓我 然后那时候就把我给 这样子整个压制住 就感觉压犯人一样 然后就问我说 你是谁 我就用男人的声音告诉他 说很低沉 然后告诉他说 我姓什么 然后我几岁 对 我很生气 我很怨恨 然后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是不是被收拾的人 然后接下来 那时候他们就是 我看节目播出的时候 就是工作人员 就一直这样比这么多 他说他身上好臭喔 他说感觉我身上 发出了很浓郁的那种 除了腐败味 还有那种焦黑 就是臭灰搭的味道 非常浓 瞬间从我身上这样哇 然后他们整个就 闻到我身上 就说好臭好想吐 当他们讲完这些话之后 突然间这个男生就不见了 从我身体里面就是抽走 但是就咻 又进来一个女人 然后大概比如说 可能是40岁左右的女生 我大概知道 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又变成 好像一个那种很委屈 受了几千世的那种 很委屈的那种心情 然后就开始狂哭 放声大哭 那旁边的那个人 妳是谁 问我 然后我就说 我几岁 我姓什么 我还在楼下 那家人上次来带我 但是其实没有把我带回去 招魂 其实招魂不一定是招的动的 就是类似那种感觉 我就说出来了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讲这些话 但是就是指令给我 我就是传达 那后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声嘶力竭 那这时候郭定路老师 就上来四楼了 然后他就一看 他就觉得说 欸 你们那个 会不会拍太久了 因为这种东西 好像在身上太久不太好 就他可能是这种东西 看到老师来 他就开始反抗了 所以我就开始 咬我旁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只要敢抓我的 我就咬他们 他们就手放开 然后我就要跑 然后另外一个又抓我 我就咬 又咬他 然后甚至要去抓他的脸 我要去攻击他就对了 然后郭定路老师那时候 就说这样子不行不行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结果他们就像 把我扛那个猪公一样 左右两边加上脚 三个四个标形大案 咻咻咻咻 就把我这样慢慢的扛下去 那也很奇怪 附身这种东西怎么清醒 我后来才知道 我从四楼到三楼到二楼 你慢慢的一直离开了 那个磁场之后 你会意识 本来两分是自己的 你会慢慢回来三分 四分五分 一直到一楼的时候 我整个瘫软在地上 然后好像大病一场的感觉 那时候才回来真正的自己 那他们会觉得说 那刚刚的这几个灵体来的 他们想要验证一下 他们就去翻那个 骑楼底下我刚刚讲的神卓牌 修鬼神卓牌 真的有那两个 然后神卓牌 有的是写无名氏 无名氏 但是呢 就在几个有姓氏的上面 有一个姓瞻 有一个姓古月湖 这个都是不像是 比如我们姓陈 陈临满天下 是比较特别的姓的 然后他们竟然在那边翻到了 有这个牌子 对 所以其实就是印证了 就是说那个铃还在那个现场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不一定 可能是其他的假帽的 那张跟铃就是那两个 对 就是在他们看到那个神主牌位 他们有去翻嘛 那你 对 那你现在把它拆掉了 那那些人去哪里 这个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做什么超度 因为拆掉是 是这个